各位人友 新年發喜 看到在初一 有這麼多的家庭 回到道場來修行 心裡很歡喜 每到這個年底的時候 我經常就看到有很多人 到某一些廟裡面去 幹什麼 三天前 四天前 五天前 這個就 跑去要 站名額要點光明燈 那是不是說 我們在形式上 去搶到消災的啦 或者是求公民的 或者是求健康的 我們搶到位置 去點個燈 所以說 我們兩個人 今天想要得到 我們兩個人 都應該會去 我們想要去 我們想要去 我看到這種情形 心裡很不知道怎麼講 無畏雜誠 說實在的像我們學佛的人這樣子 能夠把自己的心調整在應該走的那條路上去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能夠消災元壽 真正能夠有福報 所以我們到場當然在過年的時候 甚至於每次初一十五就一定要印大家的那種願 有那種習俗就是替大家來寫消災的書文 來替大家在佛前唸 可是我們如果 我們實際上自己的生活都沒有這樣去做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快要過年了 很多人想要回到自己家裡去跟親人在一起 那搶快啦 報紙上就有一天 很多起的 有很多起的那種車禍 人家是在裏面公司 家裡的人 大概不是說去迎接他們回到家裡 是到醫院去哭端腸 那也有呢 你看那小孩子很小 回到家裡 這個飲食上的不正常 小小的年紀就也死了 那還有一些年輕人 在這個時候不是回到家裡面 就是跑到一些公共場所去 跑到家裡 白刀子進 紅刀子出 甚至於為去搶一個車位 然後就是棍棒跟那個 牆全部都一起來 所以儘管他在過年之前 能夠去搶到某一個道場的 小宅牌位最好的地方 弄最多的錢 可是自己的信念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想不一定能夠如願 我覺得我們極光寺這個地方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溫馨 每一年到過年的時候 都有很多家庭 整家庭 整家人 兩代 三代 全部都回到這個地方 今天早上第一炷香 结果小朋友他才火小 在这个年龄是最喜欢玩的 跟阿嬷 爸爸妈妈一起来拜佛 我今天看到那两位小朋友 我就想到说 这个现在已经在大学里面教书的 杨登君 他们以前也是到过年的时候 大概这六七天全部都守在道场 他最近也快要结婚了 我就问他说 什么时候你们又可以 一个有新人加入 也全家人都能够回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子恩 他一路在绕佛的时候 一路掉眼泪 过年耶 他就跟大家讲 我是因为很欢喜 我的孩子都愿意这样跟我一起来拜佛 所以呢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其实在今天我看 有很多家庭 甚至于像我的同学 他80岁咧 我想如果他中午上午共的时候来得及 来参与已经很不错了 他从高雄 坐火车然后换车 我说你今天早上那么早 他说我也是一样啊 坐背包组 然后呢 要到这个地方来过 昨天 那个已经来这里好几年的 杨医师 他们这一次也是 全家人都来 昨天中午呢 住在附近的 连友又来跟我们围来一次年 围如 哇 整十多年 我看不看得很欢喜 很婉婉 杨医师也这样讲 他说 如果过年可以来这里 不只我们来这里跟佛菩萨团聚 甚至呢 我可以把我的祖先也请来 那个跟我们一起过年 很好 说实在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 不只是说 来礼谦佛 我们呢 每一天都有请 住在我们宫德堂上的 亲人也一起来 去年年底 我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混乱 你看看中东 他们杀人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残忍 难道他自己没有家吗 他也有家 他只要跪在那里 让他们扫射死掉的那些人 甚至于说 他说那个血染红了 那个海水 心里想想 很 很难过 那还有 在去年 多少积压 多少众生 一次就是十几万只 而且在快要过年的时候 又看到一个消息 我跟这里 刚刚开始才来这里学佛 没多久 那个以前呢 工作完了以后 就去喝酒 吃鲍鱼的人讲 那个鸭鱼有吃得到吗 他说师傅别说了 去吃多的人都吃那吃得到吗 你看那个鸭血哪有那么多 他去把那个 才养三十天就一定要杀掉的那个鸡 那些血拿来混 我看那个医师一直在报道说 吃那种东西一定会致癌 为什么 它里面有很多抗生素 有很多荷尔蒙 三十天耶 三十天就要把它杀死 我觉得我以前小的时候 看到那个小鸡浮出来 就是在那个 院子里面 篱笆旁边 啾啾啾啾 到它会咕咕咕咕咕 差不多要有一年的时间 可是现在三十天耶 能够长那么大 那个医生讲 那种东西啊 我们如果一个人 如果你想 我的孩子很小 不然一岁马上到七岁 骨骼一定不健全 用那些现在的医药 去把那个孩子养起来的 不一定会很健康 所以你要它快快长大 不按自然的程序 到最后那个孩子没多久 差不多呢 都是在医院里面过日子 所以 我们说我们要消灾 应该是靠我们自己 有正确的观念 有正确的生活 很多人在以前走错路 可是来学佛以后 可是来学佛以后 我说不是等到 这个过年的时候 赶快来抢点灯 然后自己的生活上 都是 不照应该走的路来走 那 大概有些没有多久 就来说 师父 拜托 我们什么人在医院 你怎么能够把我们 下一个拜托 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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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到我们这里来的信徒 对现在还在的 能够经常在一起的人 都用非常欢喜的心 我相信来到这个地方 一定有人就是 用那种法喜一起来过生活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阿嬷 他来了 一直问我说 师父 你能不能想我的孙子应该怎么办 来改变 我说如果他不了解佛法 不愿意听进去 你就是有钱叫我们说 帮他送一部药师经 来替你的孙子消灾没办法 有些孩子 十几岁就开始抽烟喝酒 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 他的长辈才押他到这里来说 你跪在这里跪几分钟 请佛菩萨帮你消灾 那出了这个门以后 他又去哪里 我想想心里真的很难过 所以 能够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看到大家在这里 很多都是全家全家人 很少说不是一家人来的 那个 我们在快要到年底围炉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 就是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生活三十几年的人 他的家里面的妹妹 事实上他们也有在北部 某一个地方拜佛 就是说 那个道场要多少钱 要出什么 他有能力啊 可是 只是出了钱 他还说 他的妹妹 那个心里的那种 无奈 他说 我也出了钱 我也去拜拜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走出我很不好的命运 我说 你要改的是 你自己本身的生活 不是只有拿钱到道场去拜拜 那个姐姐 以前对佛教的印象很不好 可是在那里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 他告诉我一句话 师父 对不起 我以前都把佛教看成 只是让人家拜拜 求平安的地方 来这里以后 每一个人进来 你跟他聊天的时候 都在跟他说什么话 我觉得我回去以后 我要改变我的想法 甚至呢 他很愿意去看我们的网站 很多时候 从大家来这里参加活动 我常常会觉得蛮感动的 像今天 我又看到那个 刘老师 他没有结婚 他把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侄子都很疼惜 应该在普通一般的观念里面 现在那些年轻人都是最多二十几岁三十岁嘛 他会在这个时间应该会去找朋友聊天喝酒 可是每一次我看到他所疼爱的孩子 都会来陪姑姑 我心里呢也非常感动 还有啊 我们不要认为拜佛 没有用 拜佛只是好像我在拜佛 其实呢 有很多医生就讲 拜佛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我们平时很多人坐在电脑前面 或者呢 拿着一个手机 做低头子一直在滑 然后呢 家里面的人看到他的身体就说 啊你这哦 身体不好一定要再来吃什么吃什么 买很多补品给他吃 越吃越坏 他们有没有说动一动呢 利用这个机会 你在动的时候实在讲 你在佛前在动的时候 跟到外面去玩不一样 看到佛菩萨你有那种全程心 你的全程心发出来以后 现在很多科学家就讲 你的信念不一样 你的心不一样 你身体里面的那个力量也不太一样 所以马医师呢就经常 用那个方法去示人家说 你现在想 我是坏人或者是你是坏人 那个心一定要不欢喜的时候 他的力量完全没有 然后想你是好人 你是一个拜佛的 你的心很慈祥 那个能力就有了 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我劝他们哦 好好的拜佛 那个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 心念不一样 暴力之气也没有了 甚至以前根本都不动 现在在这里拜拜佛 不用去吃那些补药 身体都很好 所以我想我们在大殿里面来拜佛 很多人以前通通不流汗 这一次来跟我讲 师父 我以前很不容易流汗 现在很容易流汗 我说为什么 我拜佛 我拜佛我流汗 我说你如果身体 你在什么情况之下 汗都不会出来的话 你的身体很不好 你能够流汗 把里面的那个毒素排出来 不用再去吃什么排毒的东西 就可以很好了 所以拜佛 不但你的信念能够转变 以科学上来讲 也是一样的 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家 以前可能要到邻居去 到自己亲人家里去串门子的话 要走路嘛 所以过去的老人身体很健康 现在呢 孩子有了成就了 他要出门的话 也许从这里过两条马路 他说 我脚不走 你爱来把我摘 真的他不能走路哦 他说一走就要昏倒 可是后来他到道场去拜佛 老和尚鼓励他说 你要多拜佛 拜完了以后呢 很好笑 跑到那个外面去等 等他的孩子来在的时候 旁边那一位好朋友就跟他讲说 再去留意 八点 拜到英文八点半 你拜多少 还在那绕佛绕多少呢 那个老人真的以前经常 一个星期他的孩子很孝顺 要带到医院去打针 乡下人是这样哦 我们那里还有一位检医师 那那个 比较正确的人 医生啊 我今天让你看你没给他注射 一定要打针哦 大胆的 去躺一躺 滴一滴 可是那一位老人啊 他们家的孩子要来的时候 他就跟朋友讲 你不要说我今天都有绕佛 又拜佛 不然阿伯他不需要来教材 可是他拜出一个兴趣了 到最后呢 每天我不动一下 根本就不行了 他去动 后来呢 针也不用打 所以拜佛不是说 只是一个心态 还有啊 拜老佛真正 我们要把我们的习气都要改掉 你想想 你在过年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是只有过年啦 最好365 一年365天 人家都跟我们讲吉祥话 很多人都说要口吐莲花啦 你看莲花 你在远远的 你就可以闻到他的那个芬芳的香气 可是我们如果嘴巴讲那个不好的话 很毒的耶 有很多人说 我起到要死去 起到要屁股 你竟然念佛的时候 你念得好好出来以后 他什么话都能讲 甚至于男众说 那三日经我就本来讲 管是你没法讲不行 你看看 你要讲一句不好的话 你心里要不要先有 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才能够把话讲出来 结果 你经常把那个过去的那些习气 你都不要改掉的话 我想佛菩萨没有办法加倍你 所以现在能够非常平安 家里很和乐的 都是家庭里面 你看过年的时候 你如果把那些孩子回来 都会和大人要聚会 这个家很幸福 假如那个孩子呢 不到半夜就讲 我要交我朋友来去 什么地方 你看看 那个桃园那个什么 一个油漏场所 连不只是在那里玩的人 连那个消防员都被烧得很厉害 你看看 我们日常生活习气不好的话 我觉得来拜佛要求消灾 不太对 所以要消灾 要从我们的生活 从我们的饮食 从我们的言行 从我们的作为去改变才有办法 我们这里有很多 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不对的 然后来来以后 我跟他讲 你把饮食改变好以后 你那个肿瘤 那个病应该很快就好 所以很多肝不好 肾不好 甚至眼睛也很不好的人 他来了以后 他改变他的饮食 越来越好 所以来拜佛 对不起 不要只求平安 我们不妨 每一个人都学菩萨 做菩萨 不要求菩萨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 他不是说 等到你有问题 来来以后 求他帮你解决 有时候真的会来不及 所以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过年的时候 日常生活当中 只要我们跟着佛菩萨的智慧走 我们每天都会发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 请站起来